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PK算得上是一场大戏了 而要实现这一点的话 山一纯就不能够在谢霆锋做选择之前提前上场 可是历春在没有封印权 有50%几率选中山一纯的前提之下 还是选择了挑战李健 而马路选择的是山一纯 不是高瑞 那么谢霆锋想要曹阳PK 山一纯的如意算盘 自然就落空了 如果没有落空的话 那么历春选择了其他战队 轮到谢霆锋选择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就会选择李健 然后封印高瑞 让曹阳PK山一纯 而之所以李健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很有可能就是山一纯提前上场 并且成功晋级 没有让谢霆锋的如意算盘得逞 如果说谢霆锋的如意算盘实现 曹阳与山一纯PK 结果真的是非常难说了 曹阳是职业歌手 稳定性技巧性都很高 现场发挥卡很好 用一个专业的评审对曹阳的评价说 就是演唱无瑕思 而山一纯天赋让人羡慕 年纪轻轻就能够把歌曲唱得出自己的味道 这样的天赋会让人刮目相看 两人PK让专业的评审如何选择呢 淘汰谁都有可能 因此谢霆锋如意算盘被打乱了 李健当然就得意了 当然预告视频是预告视频 很有可能与正片不太一样 通过预告视频 以及提前知道的比赛结果 推断出来的结论未必准确 但是这种推断是可以满足好奇心的 如果正片播出之后 发现和自己的推断相符的话 也会有成就感 因此欢迎大家讨论更多的可能性哦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